虽然与这只老妖婆势不两立 但是谢家的势力还在 自己的儿子还小 天下还很乱 宁一针只能忍着 太后 那老妖婆跑她这儿来做什么呀 脸皮子抽了过后的宁一针 双眼皮又抽了抽 带着孩子迎了上去 儿媳恭迎母后 母后万安 万安个屁 这天气一冷 头整天晕乎乎的 一点精神也没有 哪来的爱 只是她不好明说 皇后 哀家是你的母后 是孩子的亲祖母 你是个屁的亲祖母啊 你若是真的亲祖母 会时时想着要人母子三哥的命 屁嘞 天儿月儿 给你皇祖母见礼 两小只在大场面上是非常听话的 他们知道不孝乃是大事 两人立即上前 天儿 谢皇祖母 皇祖母啊 免礼吧 谢母后 谢皇祖母啊 虽然与这只老妖婆施不两立 但是谢家的势力还在 自己的儿子还小 天下还很乱 命一针只能忍着 上座 上茶 上点心 稍后 她才开了口 不知母后大驾光临 凤霞宫有何指示 听闻昨日皇帝得了一瓶换出碗 是你做的 原来是为了这个 莫不是她对付那两个小鲜肉 已经是力不从心了 确实如此 还有不 她想要 挺会做梦的 不过机会送上门来了 不要白不要 没有了 儿媳并不是专职做药丸的 那几瓶是专门为我师父所制 昨天晚上就送出宫去了 送走了 还有药材吗 并武 这药材都是极品 世间难寻 我师父为了寻他们 在外面寻了整整三年 若母后有好药材 儿媳愿意替您练制 那都是千年之物 她哪有啊 若不是千年之物呢 可以练制吗 也是可以的 但是效果就没有来得这么好了 当然 比不吃要好 确实没错 李湘 把药材拿上来 来吧 来吧 感谢观看